你这个人哪 您 您好 你是采买鲜花的老板吗 是 是 昼夜周公子跟我们说 想要买花就来找你 您府上要订花啊 我们的花草 都是大清枣 从成交运回来的 新鲜极了 我有一言 不知老板愿不应听 您听讲 花草原是极其干净 清新的东西 大户人家家中摆放鲜花 无非图一个雅字 肯定却将花 像柴汇一样运来 若我是做主的 恐怕这花我就不定了 我劝老板不如多费费心 把这些长长短短的枝字 好好理一理 再按照花品搭配成树 这样一捆一捆 送到各户人家 大户人家接了花 便可直接灌水 插瓶 既雅致又便宜 还显得老板是个细心的人 夫人啊 您说的呀 都对 可我做这花草生意 耳小力薄 哪还有钱去顾 顾人做那些精细的事啊 明日起 我可以带人来帮你分拣花枝 遇到像这样折了枝的 也不必浪费 遇到像这样折了枝的 我们可以做成花篮 或买或赠 我保证不出时日 找你订花的人会越来越多 至于工钱 我们分文不取 只要你答应 让我们每日把这些 筛选下来的藏花 带走即可 当真啊 这笔生意老板稳赚不赔 您做还是不做 做 做 当然做了